為何可以找訂單上傳收據呢? 你要再登入 然後在這個位置停下 訂單管理 你會見到你還未付款和進行的訂單 如果你停下你所上傳的訂單 你停進去的號碼 你就可以在這個位置上傳你的收據 你上傳之後 你可以回去 因為我們的後台系統 會見到你有沒有上傳 那就已經可以了 不需要再按確認 這個位置是你們留言給我們的資訊